在西北位和正東位不要動土 知道嗎 就是要裝修動土 不要動土的道士 不是的 我一定要裝修 在其他位 在南位先裝修 在南位先動土 然後先進去那個 剛才上次所講的兩個空位 升職就是在西南位 放四枝陰燭褲去租 或者是植物 植物可以的 都是水種植物 在西南位升職加人工 要看人緣桃花行不行 人緣桃花 就先上次講西南位 放些紅色的花 未來九運真的要向北發展 地運向北發展 地運 所以買樓九運之後 明年之後 就買坐南向北的樓 溫日度不好 坐南向東 通常坐西北向東南最漂亮 在白運坐西北向東南 好漂亮 在白運坐西北向東南 好漂亮 坐西北就是門頭向西北 是 要聽到門出來西北 現在向東南才有廳看出東南 明白嗎? 在法文有些人坐東北向西南 窗就是西南 明白嗎? 所以現在只在法文 九文就不斷變化了 九文就是什麼呢? 但是夏年就變了 夏年開始就是坐東北 才開始 這句話呢 還有這個數字是這樣的 未必住在法文之法 看你上面的環境 你住在環境而變化 是吧? 因為風水很難說 很難解釋 其實你的風水命 隔不隔間屋 是啊 就是這麼簡單的 這只是基本上的說法 你有命隔會不會隔間屋 那這個大嶼山呢 就是在馬灣一帶 大嶼山的區分呢 它北面在哪裏? 極士尼樂園馬灣那帶最靚 就是它的地區的北面 不是整個地球的北面 九文的時候 香港這裡最靚 就是八字這些 未來這些大的 哇 上水 這是北面 這是九龍北 去講一個方位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師傅說一下我不想努力 你們呢 狗魂啊 電話和馬呢 尾數用狗字 哇沒有睡一枚狗啊 哇 喂 說一枚狗啊 太多了 沒少許穴狗啊 對於什麼喪子 是狗 太多不行 呢 太多 不需要太多的 不用太多了 不需要太多了 只是尾數 不只是美術 美術是狗就可以了 那些人呢 不,我的电话已经几十年了 不能改的 那你就非线 非线 非线 師傅,为何有狗字会这么似呢? 師傅,为何狗字会这么似呢? 不是,狗问是要狗 狗是熟火还是不熟火 狗 我,你那个狗字给他 不如零至狗说一次 那么多个一定有零至狗的美数 哦,是的 狗运里面 零至美的 零至美 零至美 是很反复的 即是一时一时的 零至美 是吧,很反复的 即是特别很好 有一年又不好 不稳不平稳 即是零是无数的 你留意 一年是无数的 好啦,明年狗运之后 一字尾呢 都还想 还可以用一套 一九合十 但是那是辛苦的了 一字尾 很辛苦 二字尾呢 如果二字尾呢 你用不了这个电话 用这个命格不够的呢 多病 所以二字尾呢 除非你的命格 就是你用的二字尾呢 我真的一定要改 一定要多病 三字尾呢 就会是 同可用 木生火 同可用 三字尾 四字尾 同可用 不過是辛苦的 是辛苦的 即是环境辛苦 要勤勤才行 五字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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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 哇 好厉 突然间好弱 五字尾呢 五字尾呢 大些大折 大些大折 五字尾呢 五字尾呢 六字尾呢 不要用了 六字尾呢 六字尾呢就是官非的 哦 哦 頭痛 官非 是 七字尾呢 就常常都为钱烦恶 好了 哎呀 花魚 哈哈 還可以 八字尾呢 八字尾呢 都更可用 還可以用 八字尾 可以用 九字尾就做了 當文 最火最好 數字呢 字尾呢 數字是你身上的功數 你想改變你的命運 就改變一下 很重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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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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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